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 各种口味的月饼已经大量的上市 在上海商家也争相推出各种混搭月饼 其中就包括浦东区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桥头苏式月饼传承人推出的石壶月饼 一小时杀物月饼小时用杀物风来拿出 那么今儿准备呢 小时杀物小时清晰 当然打起来两张 小时要来米对链 与传统制作工艺不同的是 在揉面过程中 要撒入细致300目的精细石壶粉末 反复揉捏直至起酥 馅料包括鲜肉 冰淇沙 白果 椰蓉等等 跟新牛月饼调的差不多 带着油 撒我 清炒味料 至少想新出来的新鲜的事物呢 作为年轻人的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另外第一食品资产自销的 除了传统的鲜肉月饼之外 还有四款新口味 相比之下更受求新求变的年轻消费者追捧 这是文革的和那个奶酪仙碑 还有一个糯香豆豆和一个那个Q星紫薯 两款甜的两款咸的 今年因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了一些西式的工艺 而业内人士也对今年的月饼市场依然看好 今年呢出现了一些像郭文德林的那个 与朵云仙那个合作 还有呢就新花楼与可可可乐合作 还有呢龙华 推出了一个叫香菇果仁 他们等他们都是跨界融合的一些产品 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啊 销量呢就是会达到呢 2.35万吨 那么基本呢就是于去年持平